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如我们先从Elisa开始吧 因为我们想讲讲基金方面的投资 我想朋友经常听基金投资 但很多人不太明白 究竟在省湖的角度上 买基金和买股票有什么特别的分别呢 好啊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相信一般投资者 我想大家都会有这个 买股票或者买债券的经验 其实你决定去买一只股票 或者买一只债券之前 我相信你都会做很多功课 会看一间公司的现金流 它的营运方面赚不赚钱 它未来有一些什么的大计 所以其实是真的要做很多功课的 其实如果你说股票和基金 我想最主要的分别 就是因为基金是集成很多投资者 而由一个专业的基金经理去帮你去管理 所以其实一般基金来说 其实它下面买的股票 或者买的债券的数目 其实都会比较多 所以首先第一可以做到这个分散投资 第二就是如果你说尤其专业的基金经理 因为他们很紧贴着市况 所以你就可以将这个功课交给基金经理去做 另一样东西其实通常我们投资者 其实都会比较集中在本地市场方面 其实有时就会忽视了海外市场的升幅 比如好像美股过去这几年都做得很好 所以如果你说其实买一个基金 交给一个专业的基金经理去帮你去管理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去摄触到一些海外的市场 另外我想在投资门栏方面 会不会都是比较好处呢 没错 因为其实你可以想到 如果你是要买很多只股票的话 其实你投入的资金相对来说都比较多 但是基金本身的投资门栏 其实亦都会比较低 所以用一个低一点的投资门栏 而可以摄触到不同的市场 和很多元化的一个股票和债券的组合 亦都可以帮忙分散到不少风险 没错 我立即很有兴趣 如果省户真的很想投资基金 有什么特别的渠道呢 其实香港如果你说想投资基金 其实可以说有很多不同的途径 首先可以透过银行 其实现在银行除了你可以直接进去银行之外 其实很多银行都有一个网上平台 所以基本上拿着手机都已经可以买到基金 另外亦都有一些独立的专业投资的博客 你都可以找他们可以帮忙 他亦都可以给到一些专业的投资的意见给你 另外有一些基金公司 其实亦都可以直接和直销的方面都可以做到的 另外其实在保险相连方面 我记忆中都应该有一些特别的可以推介 亦都涉及一些基金的投资成份 是的 没错 其实保险方面 其实亦都有一些叫联保险相关的一些投资的产品 其实它上面就是一个保险 然后下面就可以买到基金 你特别提到就是这个投资商联的一些受险的计划 一听到名字就知道涉及了有投资 以及可能是有人售保险的两大元素在里面 这一时刻当然要问了专家Sharon Sharon就比较熟悉一些 其实这种产品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呢 正如你所说的投资商联受险 其实就是我们坊间的投联险 也就是Elas的一个保险产品 它结合了人寿保障和投资元素的一个保险产品 人寿保障方面 其实跟其他人寿保障的保单一样 其实在受保人生股的时候 保险公司一般会发放一筆个的生股赔偿 就比受益人 它和全统人寿最大的分别 其实它有投资的成分 所以投保人会自行选择 以及管理自己的投资选项 户口价值里面的金额 其实都会受到投资选项的表现所影响 所以可升可跌 譬如投保人在退保的时候 又或者是受益人作生股赔偿的时候 其实它的金额会受影响 Sharon 你提到投联险有投资成分 和我直接买基金有什么分别 投联险其实都是一份长期保单 变成两方面都有限制 一方面就是退保 另一方面就是供款安排 退保方面 其实如果投保人在资政年期之内 可能作出一些提款 又或者是退保的时候 很多时候在退保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公款的收费 这点要注意 另一方面就是供款方面 和基金有些少不同 比如说喜欢供就供 不供 喜欢供就不供 假定在供款的年期以内 其实供不到 可能有机会导致到 譬如保单里面的累積价值 不足以应付相关的费用的时候 保单会被充止 变成未必有钱 不得回 还有埋力都会导致到 没有了个人受保障 我想投资基金 直接买基金有少少不同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直接投资基金 其实你就会是资金 基金的拥有权利 而且弹性就会比较大 如果你想随时转换 去不同的市场 或者不同的资产类别 亦都相对来说 会比较容易一些 没错 那投资基金有少少不同 其实投资基金来说 只是一个基金的选项 这样 就变成了来说 其实它没有拥有权 反而就是投保人 和保险公司之间 有个计保单合约 它对保险公司来说 就会有个追索权 有些分别 有些分别 真的有些分别 我们来到一件事 可能投资者感兴趣 就是收费方面 Lisa 其实两者收费有什么不同 其实买卖基金 其实都会有个收费 但其实收费 都可以说是非常之简单的 其实通常一般的平台 都会收这个 就是我们所谓的 就是第一次费 就是第一次买入的时候 是会有个手续费收回 另外一般基金 其实都会有一个管理费 但放心 因为管理费 其实已经是反映了 在基金价格里面 就不会再另外再加上去 另外也有托管费等等 是的 其实托管费都包括在管理费里面 所以其实可以说 基金的收费 其实都可以说 非常之简单 那在投年险方面呢? 投年险方面有些不同 当然除了刚才Elisa 所说的一些基金持续性的收费 之外 始终它都是有人受保险 所以有保险成本 还有保险公司 也有行政费用 就会扣除了这些费用 才会做一个投资 所以整体上 如果和基金来说 一个比较回报 是会有个分别 另外另一方面 刚才说过 比如说退保 退保的时候 很多时候 如果在指定的年期之内 退保的话 有时候可能会有机会 有个退保的费用 这些一点 投资人都要留意 自己要考虑自己自身的 因为始终保单 是长期的一个合约 自己要考虑自己的 究竟我的功夫能力是怎样 我会有没有流动资金需要 然后去选择自己 是否适合自己 我应不应该买呢 Sharon说得真的很对 因为其实任何投资都好 说真的 真的要先去了解自己的财政状况 是怎样 然后就是选择一些 配合自己的理财目的 一些财富的目标 也是负担得到的一些投资产品 在基金方面 Elisa 如果投资者 希望真的选择基金 其实他们应该考虑 什么特别因素 其实我可以简单而来 我觉得有三个最主要因素 其实要考虑的 首先当然 其实要看你自己的风险 承受能力 因为如果你说本身 其实你自己相对来说 是比较保守的 可能就应该要买一些 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产品 但你说不是 其实我比较进取 可能可以涉足股票市场 或者一些新兴市场 第二 其实也要看你自己的投资目标 因为如果你说 譬如假设你的投资目标 很多比如港股 其实可能也要考虑 其实会不会太集中 在香港的股票市场 是否应该要投资一些 在海外市场 去分散自己的风险 你说到这个 是做一个合适的投资组合 其实我想很多投资者 都觉得很头痛 不如这样 可能大家听起来 都会不会不明白 我们采用个例子 看看大家会不会容易明白 现在我假设 有一个很年轻的上班族 他的目标很简单 都是打算存钱退休 那又应该怎么做呢 是的 如果一个比较年轻的上班族 他打算存钱退休的话 其实我觉得一般投资者 其实都会想 我存钱退休 我当然要比较保守 但其实也要住一个地方 就是什么 如果你太保守的话 其实如果你整个组合里面 你都是买一些很保守的投资 买一些债券的投资 有机会是迫不到通胀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现在通胀也挺厉害的 所以其实我也会建议一些投资者 尤其是比较年轻的 其实可以承担到一些风险 另外一些叫资产配置的 就是一个组合里面 同一时间有股票 也有债券的话 那就变成了 它会由一个专业基金经理 帮你去看回因应的市况 如果你说市况 他觉得应该要进取些 买多些股票 那他就会帮你做 帮你做 没错了 那就变成了你可以将你的退休责任 交给基金经理 基金经理 因应的市况 帮你去调节单 那就挺好 不过我觉得最难捉 有时就是个入市时机 所以你说交给基金经理 可能都是好事 有很多朋友 但是我想修行自己的投资计划的时候 都会试过 哎呀我入错市了 我很专心 这样 其实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譬如在一个市况波动下 如何去控制一个短期的风险 然后呢 我们又可以真的创造到一个更加安心的 长期投资的一个体验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始终人其实都是一个感情的动物 有时也很容易受市况的 升升跌跌去影响 譬如市况很红的时候 那你就觉得我应该都要买 是的 市场跌的时候 你就觉得我应该是否要走 走呢 是的 我们也简称这个叫羊群心态 其实大家也要知道 就是普通的投资者 就算是专业的投资者 其实我们也没有一个水晶球 其实很难捕捉到 究竟市场是否一个最低点 亦是什么时候是一个最高点去放售 所以往往其实就会做到一个 就是所谓的高追低沽的情况 其实就会丧失了很多的投资机会 所以其实我们一般来说 都会建议那些投资者 做一个所谓的平均成本法 其实平均成本法是什么呢 就是透过月供的计划 用一个定额的存款 去每月去做一个投资 你可以想到 就是当市况下跌的时候 其实你买入的单位 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多 市况升的时候 买入的单位会比较少 所以平均来说 其实可能是会和你一笔过去投资 其实有机会 入市价格是会比较低的 亦都可以变相控制到的风险 没错了 说到长远规划 又要问问Sharon 不如用回刚才的例子 年轻的上班族 他就想有一些长远的保障 加入一些可能 人寿保险相关的保障 在内面 买一份额外的人寿保险 其实直接做投年险 是否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直接做投年险的话 我想首先要了解一下 究竟新贡赔偿 就是刚才说的人寿保障 是怎么计算 市面上大致上 有三类型的新贡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在投年险底下 第一类型就是轻保刑 新贡赔偿额会是户口价值的105% 另外就是保本刑 新贡赔偿额会是户口价值的105% 又或者是以总保费 以较高者为准 而第三种新贡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就是我们保监局 在2021年引入的保障型投资商年 受险计划 英文叫做Protection Link Plan 或者叫做PLP 在这个计划底下 其实新贡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就是解药 如果受保人在65岁之前新贡的话 那贡赔偿额会是户口价值的105% 又或者是英缴总保费最少的150% 以较高者为准 那如果受保人在65岁之后 或者是当日 或者是65岁之后新贡赔偿额 那贡赔偿额会跟保本刑的计划相似的 就是新贡赔偿额会是户口价值的105% 又或者是以较高者为准 那也是以较高者为准 那变成了新贡赔偿额 如果是以户口价值作一个基础的时候 就会受着市况影响 因为它自己如何选择 投资选项 可升可跌 那另外一方面 如果新贡赔偿额就是以以较高者为准 或者总保肺计算的时候 由于这两个计算方法 都是比较稳定的 即是既定 可以这样说 就会比较不容易受到市况影响 你提到PLP 我有留意到你所说的 就是新贡赔偿额 其实在保单比较早的时期的时候 人寿保障的成份好像是高很多 其实是否意味着比较适合年轻的朋友 或者我们拿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比如说假设有位 有时他30岁买了一个PLP 他就是那个PLP工十年的 他连工五万元才算 真是工的 又没有拿过钱出来的 比如他工了三年之后 不限新股 刚才有说过 新股赔偿的计算是怎样呢 就会看回他的户口价值 105% 假设他户口价值是十万元的 如果以户口价值计算的话 就会变成十万零五千元 但如果新股赔偿额 是以应酿总保费来计算的时候 就变成五万元成十年 再成150% 假设他用150%为生活赔偿额 就变成75万元 生活赔偿额以这样的例子来计算的话 赔款是75万元 你整个75万和十万元差很远 如果那个售保人 他真是撞正 不释放差的时候 不用离世 那就是他那个 整份保单的价值 是有机会 好像我们刚才说的例子 跌到十万元都不够 这件事就证明了 大家在选择头年险 选择什么种类的时候 其实同样都要清楚自己的保障需要 以及你是否真的承受得到 整个投资风险 Sharon 如果真的发觉不同的产品 我们都隔过了 觉得某些真的很适合自己的时候 如果我们准备签纸 准备付钱之前 还有没有什么提示 叫大家多点留意 有啊 其实销售头年险的时候 保险中介人 是需要为投保人做一些分析 当中包括了一些 财务需要分析 我们叫做财务需要分析 另外还有一些保险产品分析 风险承受能力的评估 这些都是一些 譬如一些questionnaire 要让投保人去回答的 投保人自己回答的时候 要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 了解自己的保险需要 然后真的诚实地去贴问卷 亦都要按自己的投保的目的 和经济的能力 去选择自己适合的保险产品 另外其实中介人 也会为投保人 去提供一个产品资料概要 这个概要里面 会列出保险产品的一些风险 结构等等 那投保人都要特别留意 尤其是当中有一行 叫做保单的预计最短持有年期 那就是说最少要持有多少 那自己有个预算 那如果譬如说 自己有一些资金需要 各样东西 想想合不合自己 另一方面 其实中介人 也都会为投保人 准备一个叫做利益说明文件 在文件上面 会列出一个正回报的金额 假设回报是0% 300% 6% 甚至是9% 去拿列出新股赔偿额 或者是退保金额的 不同年期的时候 那个level是怎样的 那变成了投保人 要可以参考一下 不过留意里面的数字上 其实都是预计的 不是保证 不是保证 没错 这一点自己要考虑 还有 其实投保人 都要留意一份 重要资料证明书 这份证明书里面 其实有介绍到 相关的投年险的收费 风险 和一些产品的重点 如果投保人看的时候 有什么不明白 尽量去问一下中介人 了解清楚 才拿筆签名 去购买这个投年险 投年险的申请提交了 可能真的出到单了 之后收到自己 收到份单的时候 也都 投保人 就细心点 看一下 那份保单 究竟那个内容 是否自己所了解 是否自己需要买的 那投保人 如果最后都觉得 这份保单不适合自己 这样的时候 就把握二十一日的难选期 就以书名的形式 就向保险公司提出 取消保单的申请 保险公司 就会在扣除了 市况的一些调整之后的 補费给投保人 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的时候 那投保人如果真的都想 退保的时候 可能会有个退保的收费 可能会高价 好的 大家真的要看清楚 和想清楚 也有时间给大家消化 然后看看是否适合自己 另一边也想问一下Elisa 因为我发觉 现在很多身边的朋友 他们有兴趣的一种 就是共同基金 因为觉得很稳定 可以制造一些定期的收入 但市面上 其实也有很多类型的 一些每月派息政策的基金 其实给大家选择 在选择这些基金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值得留意 是的 其实我相信大家 如果去选择一些派息基金的时候 我觉得两方面大家需要留意 首先第一方面 其实就是派息政策 因为其实不同的基金 派息政策都会有不同的 有些可能是一年才派一次息 有些可能是一季才派一次息 也有些是每月派息 所以首先要看一看 就是派息政策 和你自己心目中的 是否合乎那个预期 另外第二 其实就是派息来源 因为其实我相信一般的投资者 有时候去买派息基金的时候 可能它的着眼点 其实都会在越高派息 那当然越好 越好 对 没错 但其实都要看看 究竟派息来源 为什么它可以这么高 因为其实如果你说 看看其实所有的基金 其实在月报的表里面 其实都可以看到 那个派息的来源 有多少是来自于 比如股票的股息 或者债券的债息 而多少是来自于本金 所以如果其实太多是来自于 本身的基金 那个本金的话 其实长线来说 你就会看到 基金的价格是会向下跌的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 其实不只是看越高派息就越好 是的 真是要了解清楚一点 今天我们都很高兴 讨论了很多有关投资基金 还有买投年险 需要注意的地方 其实都真的很配合 今年就是香港理财业的大主题 即是做过醒目的投资人 先警觉 先了解 先想想 我想凡事如果要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的话 都一定要看多一点 然后学多一点 去整体提升自己 对金融理财的一些知识 最后问两位 有什么送给我们的观众 给一些理财感浪 我们参考一下好吗 好 不如我先 其实如果我想送四个字给大家 就是及早投资 及早投资 是的 没错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其实现在都有通胀 也都一般投资者可能觉得 不是我 我有强积金 其实也够我退休 但其实一般强积金 其实有时候 本身可能你的公款 其实可能未足以 可以令到你一个 很好的退休生活 所以其实是要及早投资 而且因为及早投资 大家要知道 有一个字叫福息效应 是的 所以你越早投资 其实也可以滚传下来 其实那个总回报是会高的 他叫利答利 没错 是 大家要记住一下 另一边 另一边我想就 勿忘初衷 因为毕竟都是在买人受保障 人受保障 其实是应对新雇的一个风险 譬如说真的不限新雇的时候 其实都对家庭会有个负担 的经济压力 究竟新雇赔偿 究竟能不能够应付到 即为家人 这个真的要考虑 当然投联险也有投资成分 不要太着眼于 只是投资那部分 都要想想 人受保障方面 究竟足不足够应付 第二期内 即是否可能新雇 为家庭带领的一些压力 经济上的 非常好 两大錦囊 大家记住 一个要及早处备 另一边就是勿忘初心 多谢Elisa和Sharon的两大錦囊 但更多说 都要多些做功课 所以有空可以上去投委会 和保监局的网站 多些了解一些投资理财 又或者保险相关的教育资讯 还要多些参加 在香港理财业举办的各项活动 今天多谢两位接入访问 给了我们这么多有用的资讯 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